大家好,心理师苏小河批评书 我们继续扯钱票 说包子迪的外交思想最近又在干一票大事 超级大,史无前例 人类上下5000年 没有出现这么大的精彩篇章,大动作 包子迪现在浑身都是大漫的机械 要把这个事搞定 什么事呢 且听我是慢慢的扯 大家看到美国这边有两个消息 挺有意思的 第一个消息是美国的 其实早就已经是难大街的 联邦调查局FBI 最近说放了一个消息 说有可能在调查 老拜白书记和他儿子的事情 而且证据很清晰 接下来要开始干大的 我一开始看到这样的消息 我觉得不可能啊 真的不可能 虽然我天天扯前面 但是我老个子还是蛮清新的 是吧 就像我每天扯前面 但是我一旦拿起我的电脑 开始写文章 我老个子门清啊 就完全两个人啊 我这个人从来都是这样子啊 就是以前有人就说我这个人是不是两个人 双子座的人真的 双子座的人 以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写 写那些财经文章写公司史 是吧 前几天有人扒出我过去写那些书的封面 说我去 这个姓苏的居然号称自己是经济学者 这都什么样的玩意儿啊 那你 话是没错的 但是这就是我的特点 这是我的特长 知道吗 因为人要活下去啊 你写那些没人看到我 让你吃什么呀 是不是 你知道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 这是 贫贱夫妻百事 真的是 人没钱 日子过得不好 一身屌丝 谁都看你不起 连地下爬的马一都看你不起 真的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不要成高调啊 尤其是读了几本书的人 不要被别人的一两句完全不需要任何成本的赞美 或者表扬去冲昏的头脑 老老实实跟苏老师学习啊 踏踏实是真钱 踏踏实是养家糊口 踏踏实是记住圣经你的话啊 流血流汗 日夜耕作 知道吧 日夜操劳 养活自己 你知道吗 这个没办法的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他两个是人 我有时候也不想做 我有时候真的是 恨不得早点死了 算了 活着太没野子了 我第一次去教会 就是凡是脑苦当中的人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就这句话 我哭得心里哗啦的 我这一辈子真是 这这些过去几十年 就是四个字 脑苦愁烦 知道吧 扯远了 扯远了 就讲说美国这边 我觉得不可能啊 就像很多人夸我 你好有才 你这个才子 我心里呵呵 是不是 我才子 才子要吃饭了 才子要拿屎呢 是不是 就像美国说 FBI要调查拜登呢 我一听不可能 FBI早就已经被民主党控制了 你以前FBI川普上来的时候 那个叫什么 CALL ME 是吧 你看那个人 那就一个臭不要脸 那典型的那个伪生呢 又要当婊子 又要离牌放 那个角色 那个姿势啊 真的是 真的是在八环之外 就能闻到他的臭味 知道吧 恶心死我 真的是 然后这会儿完了以后 说美国的司法部 美国的这个 叫什么FBI 要调查 他们自己啊 抬进去的这么个伪总统 你觉得有可能吗 那没有任何可能 但是我过来一会儿 有人告诉我说 你不要那么自信 好吗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中国这个角度去想想 也许能够有所启发 能够看见新的东西 然后我就赶紧就采访 中南海下水道呗 赶紧就跟他们扯相片 他说这个拜登跟他的儿子啊 那个事实肯定是丑闻 是毫无疑问的 都不用调查 关键是你在中国这边 你好几家公司 你儿子也是股东呢 清清楚楚的 现在只不过是 整个美国的媒体 都是一群坏人 都不说 这要是川普有这个事情 美国都炸锅了 而且他的儿子是个败家子 没钱 都败光了 所以不是卖花吗 是不是 自己花的花跟狗屎一样 卖的还挺贵 好贵好贵 说一张要5万美金还是50万美金 我记得反正挺贵的 而且还不能公开 你说你是一个总统的儿子 你是个总统的家人 你做的生意 你怎么能不公开呢 这是美国的金是什么 这是美国的规矩吗 但没有道理的事情 你说当时川普总统 当了总统以后 他的两个儿子 他的闺女都不再做生意了 都停了 为什么 因为你在做总统 他们在做生意 这很有可能不给反对党 受一口把柄 然后把你骂了个狗犬临头 你反正现在看拜登 啥事都不干 都没有 继续干 就这么敢干 说这个消息 很有可能是土共 习近平的伟大的外交思想 和美国的白左 FBI 他们联合起来 在布一个局 布一个什么局呢 说他们私底下 开秘密会议 就认为 白书记很有可能 中头就走人 因为实在是玩不下去 你看这几天 拜登说话 这么一把脸 你都hold住了 那是满脸的猙獰 几乎就要在那里骂娘了 知道吧 因为那一脸的愤怒 那整个脸都猙獰了 你说你都这么大年纪的人 我现在他跟我妈差不多年纪 我妈你跟他说什么 他现在都一脸的笑 一脸的呵呵 云淡风轻 因为年纪大了 因为你到了80岁左右的人 你不知道今天是嗝 还是明天嗝 是不是 你何必要生气呢 我妈这么一个没王话的人都知道是云淡风轻 笑容可举 绝对不会生气 你说你这么大年纪本来身体也不好 你一愤怒 到时候你引起心肌梗塞 麻烦的狗屁了 知道吧 所以现在各种问题 加上老川这边的男尸 也是叫做凶猛 你看今天有人放出这么一句话 川普说的 就是我的回归 不是对他们的报复 是对他们的惩罚 因为我这句话可了不得了 我跟你说可有学问 像我这种长期假不假是研究什么什么什么观念史思想史的人 我太了解这句话了 我跟你说 美国的政治的这个斗争它真的不是报复 它是一种惩罚 这个惩罚还不是说是川普对他们的惩罚 不是美国人的爱国 爱国者对民主党那帮左叉的惩罚 而是上帝对美国的惩罚 你现在整个国家 美国搞得乱七八糟 价格飞涨 一群人天天在那里骂娘 是不是 那是你们有些人选上去的呀 是不是 惩罚 上帝对你的惩罚 有一天川普总统如果回归了 也不是说 哎呀川普总统很生气 完了以后自己终于回来了 牛逼 是不是 就是我又回来了 我王子又归来了 然后我要弄你们 我要报复你们 不是这样的 而是上帝在惩罚美国人 惩罚那些个孙子 惩罚拜登这些人 所以他们讲说 对于这些个情况最了解最了解的人 就是这个细胞 是吧 因为脑拜的这些个所有的那些个垃圾事儿 他儿子的事儿 他们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 有数据 有公司材料 还有影像资料 分分钟可以控制你啊 就这么简单 所以最后最近他们在做一个局 设一个局 说美国的FBI先放这么一个消息 我一开始以为是假的 后来我发现还真是真的 说这个FBI想调查拜登 后来他们又跟我一提醒 然后我又采访一下中南海下水道的人 他们说 他们大概率的事件 认为这个拜书记和他儿子很有可能最后要必须要走到哪一步呢 走到这个远走他乡政治避难的这个角度 因为他玩不下去 民主党这边的那些个大佬啊 就是像奥巴马呀 南西婆罗西呀 舒默 他们这些个人 他们不是一线的人吗 现在推到最前面的就是拜登嘛 最后他所有的问题都他一个人承担 而且他们这些人迅速的把这个老拜就给抛弃掉 这时候就很有可能美国的这个所谓的伪总统啊 那之后就麻烦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他必须要想一个路子 也许他自己不愿意啊 也许他自己觉得我他妈的就在美国老死算了 哪有美国总统去到别的国家政治避难的 但是架不住习近平的外交思想很伟大呀 架不住习近平敢想敢干呢 他们现在就是在布一个局 就是希望这个拜登有一天 如果真走到了一波 真是混不下去了 真是民主党也把他抛弃了 那川普党呢也也要要清算他 这时候怎么办呢 是吧 还不是来我们中国 你想想一个美国的总统 我们有句战区也不说他是伪总统 一个美国的总统 你跑到中国这样的一个独裁国家 去寻求政治避难 这是不是人类历史上 上下五千年没有我的事情 当然美国一共在两百多年啊 就没有我这个事情 所以细胞子想起这一点 都是肚子都笑开花了 你知道吗 哎呀真的是 齐敏这个人他真的很敢想 而且你仔细听听 你还觉得有点道理 你从假不假是他逻辑推你的 你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个拜登的丑闻实在是太多了 美国的历史上的总统啊 就没有他这么多丑闻的 没有没有过 奥巴马虽然有人扒他到底是在哪里出生的呀 出生镇什么的扒了很多 但是那些东西 你有兴趣的人你觉得有兴趣 没有兴趣的人你一点都没兴趣 是不是 但是问题是你拜登这些个事情 他还恶心呢 所以他也是没办法 而且今天有还有一个消息也是啊 说美国如果这么玩下去的话 美国就完了 到时候要么就日本 担当起这个管理这个世界的责任 要么就俄罗斯啊 为什么俄罗斯 是俄罗斯的普京签示签了字 说俄罗斯的宪法又改了一下 第一次把上帝这样的一个 耶和华上帝这样的一个 伟大的超言的这么一个名词 写进了俄罗斯的宪法 所以你看我们都说 川普总统任何时候说上帝保佑美国 这个人类社会主流的价值观 就是上帝忽悠地球 上帝忽悠美国 上帝忽悠俄罗斯 是不是 我昨天写了一篇文章说 韩国的国歌里面都是上帝保佑 我们的国家万岁 是吧 你想想 俄罗斯都已经回到传统了 结果你美国搞得这么乱七八糟 你说美国的那些爱国者会放过拜登吗 他放不过 美国的回归 就是用川普的这句话来讲 是非常的合理的 也是非常的有传统的根基的 用我的话讲就是 这种回归 他不是说川普这个人有多了不起 不是说爱国人有多了不起 而是一种来自于 牛顿所说的低推动力的力量 真的是一种上帝的伟大的力量 在推动美国回归 所以川普总的华说的多好 这可是有水平那句话 中国人根本就看不懂 我的回归 我的回归不是对他们的报复 而是对他们的惩罚 深渊在我 我必报应 上帝要惩罚美国 你放心好了 拜书记和他儿子到底是去中国习包子的裤裆下面 政治避难还是区一呢 这个故事有的说 值得我们去期待 变成了 退唄 谢谢观看